2021年11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半 在我的澳洲乡村女教师之家的别墅 拍月中的视频 今天有蛮多的东西要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呢就是拍一下这个全院和后院的视频 因为最近的风很大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背景的风声会非常大 对不起大家就耐心的听吧 首先从我房子外面的这个人行道 拍这个盛放的梅兰公司的 Meno 梅兰的树月季 非常非常风花眉红的 这个颜色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呢从我根苗种下来 可以有这么大的茶香的树月季 然后那么多的花 挺好的 所以呢我也呢就去再另外买了一株树月季 叫做海潮之声 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呢你看差不多有点像黑色的玫瑰了 在今天的这个阳光下面就像黑色 然后呢太阳好的时候呢 它就会深紫色 这支玫瑰挺贵的 六十块 然后另外的梅兰的这个是四十块还是五十块 然后Find Ice也是很快要开满花了 所以算是它的 哇一起开的话 真会很美 到时候要专门拍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从 人行道这样子 走过来 大家像外人一样路人一样就是跟我欣赏一下 我呢就是去order了一个三立方四百块的一个bin 四年前我就是装修这个房子 买了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换所有的窗户 还有呢建一个那个主人房的时候master bedroom 就是这样的bin我叫了三个 那时候是两百多块一个吧 两百三十 现在呢四年之后通货膨胀 三百九十块 所以呢要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尽早做 不然呢只能是越来越贵 首先这个中间的小花坛 春天真的很美你看 蜜蜂采蜜在puppie上面 好忙啊 这个puppie真的很有意思 它就是一朵一朵这样放就开 蜜蜂也很喜欢它 我呢要拍一下这个just joy 很香 这个值得买的玫瑰 我种这个小花坛的时候是都有做过研究的 所以呢这一颗just joy也是香的玫瑰 然后这个 这颗也是just joy 就是两个just joy是香的玫瑰 虽然我没种过 但是我知道它会香 所以没有失望 真的很香 另外呢就是这个小花坛的两 另外两只呢就是蓝月亮 蓝月亮呢我家呢种了二十年 所以呢我知道它是肯定香的 嗯所以呢这个小花坛的四枝玫瑰 都是都是香的 然后这个little jam也是最值得种的一种花束 就是玉兰花它的悠香 而且呢它不像其他的玉兰花 只是春季开花 你看这个春末了 它的花苞还在孕育 所以呢还在慢慢的开 非常非常值得种的一棵树 我另外呢以后还要种的树呢 香的香的树呢就是桂花树 我已经定了 以后来的时候呢会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慢慢的就是有花园就好啊 可以想学什么想种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这个红霜鞋 我山珠的红霜鞋 啊这个灌木的 还有树月季 还有这个爬藤的 啊爬藤的呢因为我不小心弄断了它的杆 所以呢它很增 而且呢就是也换了它的位置 所以呢它还在挣扎 已经春天的末尾了 还没有还没有花开 所以有点失败 但是没关系给它时间吧 从冬天几根杆子 然后到开这么美的花 这么香的花 我觉得它们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 这来以前呢我是种一个 放一个花盘 但是呢这个花盘呢 是六月份的时候 朋友来家来玩的时候 我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菊花 一个蓝色一个 一个紫色一个黄色 但是半年呢就种在 就是在那里长叶子 就是开一季花 就是秋天开一季花就没了 所以 这种中国菊花真的要等一年 太久了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放进后院 然后前院呢 把另外的一株 法国薰衣草 放到这里来 有点凌乱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法国薰衣草的香味 放两颗在这里 就弥补它原来的这个空味 希望它在前面 就是站稳脚跟之后 会长得比较整齐一点吧 不然的话 我也可以修整一下 然后让它重新再长 然后再一进门 一进家门的这个就是非常香的 然后这种我非常喜欢的前紫色 在迎接我们 这些叫做Asian Lily 白色的花苞已经芋粒了 希望我还有三个星期在乡下 希望我走之前可以看到它这个百合花的盛放 这棵的这个Henry的Crematus铁线连 哎呀长很高哦 真是的 所以这个白色的应该放这边 Alice的 它也在往上涨 但是涨的那个往上串的这个趋势 好像它比较矮种 比较喜欢大家下面 然后这个呢就比较喜欢往上串 所以呢 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种过这个铁线连吧 今年冬天开始 所以呢 现在已经都种下来了 已经长了 长满花墙了 就不能再移了 所以呢就看到自己 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吧 反正以后看看这里要不要再加那个固定的东西 铁丝网什么的 走着瞧吧 另外的这个Josephine就是铁线连 皇后这个位置不算太好 希望它也是它好像也要往上涨两三米高的样子 如果真的是都是要往上涨的话 我这个空的地方可能就要搭一些给它长 这个树叶剂的玫瑰还有因为我就是新种的这些呢 它有一些因为它肥水比较充足吧 所以呢它们都长得长是很快在就是在某种方面呢就缺少一点那个硬性 然后那小鸟很喜欢来吃这个苏尾草然后就踩在它们上面这些苏尾草呢 巴拉巴拉的就往下掉就是那个整肝 整只肝都断掉 都是软就是那个接口接下来就像这个我不小心也是 好像你看它往下倒幅的这个它长得太快了 我这个月没有再施水溶肥给它们 因为我这个从冬天到长到春天长得太快了 所以我这个月就不再施水溶肥让它们长势慢一点 不要长那么快然后就是太脆 风一吹就全部倒幅给我倒幅就是很心疼吧 康乃青很喜欢它是作为背景这样子就是一茶一茶这样开 这个呢天竹葵它这个颜色还有就是跟这个Olivia就是有点相近 所以呢有时候还误以为也是玫瑰花所以它们长在一起挺好的 然后后面也是这个Sweet William大家都是白白粉粉的嫩嫩的这样子一个色系 然后Josephine也是粉粉嫩嫩的颜色 这个呢奶油龙沙宝石长势有点慢 但是希望它以后可以后发吧不然的话前面的植物都会挡住它的阳光还有水分什么的 继续往前走 然后这颗的伊丽莎白的爬藤玫瑰就是长出一根那么粗的强顺就是它的春花拿去插花之后剪之后它就长出一根强顺 所以呢春夏夏天它会希望它可以蜂长就是可以开始爬墙 这一根强顺是灌木的伊丽莎白女王 这朵花开得那么的硕大 龙沙宝石真的很美很美 你看这个第一波的春花太漂亮了 才那么小只的那个树哦 的那个第一年才三个月一个冬季然后春季 真的只怪不得真的这么多人推崇 我也呢就是有买了多少只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在这个乡下有四只 在摸本呢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 我一共今年第一次种龙沙宝石已经拥有七颗疯狂吧 啊第一次看到这种哈里的树微草开花了 所以呢它是最早开花的 这个位置真的是阳光空气什么的是最好的 所以呢花呢都是长得很旺盛 这棵Eiffel Tower 对就是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呢它没有这个支持 然后它的这个这个乡下的腰风也是很大 就或者是鸟也踩在它们上面 所以呢把一只的杆就是断了 所以都没开到花 也是风花 这个是Eiffel Tower 法国的Eiffel Tower 嗯 这棵的Josephine 嗯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这棵的这个Andrew Faith 花很漂亮 你看是同样问题吧 就是我所说的 你看这个杆就断掉了 你看太脆弱了就断掉了 然后嗯就这样子就是牺牲了 牺牲了一重花吧 还得去修剪一下 昨天非常开心 把这个茶树的这个 砍下来的茶树把它全部放在那个垃圾 垃圾收集箱里面 然后把这一个山茶花原来的这些 盖住所有食指的地方呢 都是清空了 把它下面的那个防草膜也拿走了 以后呢我在这里要种无尽虾 要种几颗的无尽虾 然后呢昨天呢 已经去买了两株的这个蓝莓 这一颗呢叫做Margarita Blueberry 然后这个叫做Blue Rose Blueberry 就是蓝莓 蓝莓呢听说呢最好是两两只种在一起 这样子可以互相授粉 但是我种的是两种不同的品种 会不会互相授粉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它上面介绍的是说 这个蓝莓可以长到两米高 两米宽 所以呢 要给它们直接留两米的空格 另外呢 我也买了一株这个叫做澳大利亚的Cherry Brossom 茶树 你看 也是一种的玫瑰 像玫瑰的梅花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种就是欧石南 英文名字一下子不记得了 也是澳洲本体 也是就是算是比较抗旱的 因为马上我们澳洲炎炎热的夏天要过来了 所以呢 植物能够抗旱是对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本事 就像这些树一直这么多年 不理它 它自己长 这边的石子 石头呢 还有防场布呢 就是下个礼拜请我的小的帮手 就会把它们弄好 昨天呢 应该也是有这个小的帮手 才可以完成这么大的工程 大高乐 非常香的茶香玫瑰 对吧 你看 我今年实现玫瑰花切花自由 还有这个五叶金 嗯 还有这些啊 叫做Ping Ice Bird 我留意了 Ice Bird呢 它就是 好处就是很风花 很容易长 然后呢 它没有刺 没有多少的刺 所以呢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品种 嗯 你看 然后这个 这个啊 活了 这个牌子的花不算是最好以后 但是呢 总算活过来了 摩本那边的就挂了 这个呢 就活过来了 以后可以 活过来之后就可以啊 它比较容易扦插 以后我的满院子就会越来越多 这种 嗯 百合 不到百合 也是我第一次种 不知道会怎么样 开花会如何 和这个 冰仪火 玫瑰 很漂亮 白 冰仪火 就是冰 红色 和白色 就是 盛放的时候 也会很 很震撼 这么多的花苞 但是 开得比较慢一点 这棵 这棵呢 我刚种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 没有把这个 除草布啊 什么 石子拿走呢 所以呢 种得很浅 所以这棵呢 就是有点 受损 他们 粉冰山和白粉冰山 是同期种下去的 同样的 同样的 同样都是 白领的裸根苗 另外的那个 粉冰山 你看 种得好的话呢 就是开花 会多那么多 然后植株 会强壮那么多 它会跟上来 但是呢 你就马上可以 看到它的区别 OK 现在呢 把它种得好好的 就是 生扎根了 然后 除草 防草布呢 旁边的防草布 以后也要拿走了 已经拿走了 然后再给它撕肥 撕好肥的话 它会长势 以后的长势 会好起来的 薰衣草 好可爱啊 Masta的薰衣草 我准备在这里 Simple Beauty 这个牌 这个公司不错 它的 这个小笑的 你看 很可爱的 小不点的薰衣草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吧 15块一只 你看 就和另外的那种 法国薰衣草 不一样的样子 有点像英国薰衣草 非常可爱 我的那个 Hot Chocolate 挂了 应该是吧 希望它没挂 但是 挂也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呢 海潮之声 Editor 菜 是看起来像黑色的 嗯 非常非常香 是油 是茶香玫瑰吧 对 好像像茶香的样子 所以呢 风很大 这个星期发粉症 这整个月 10月 11月 这两个月 发粉症都非常厉害 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要生病一次 昨天也是 在花园里面工作了六个小时 还是很值得吧 太漂亮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去后宴再见 我们去后宴再见